最近那個小孩子都關著家 難得家裡有一個安靜的時期 這個可以加倍一下 你看上一期的那個 心情效果特別不好 就是因為那個背景特別吵 然後我用手機錄的 所以效果不好 然後剛剛家裡的小孩子 幫我出去散步了 趕緊抓緊時間來錄一期 那這一期 我是每次自己賣 賣完一個房子 賣我自己的房子 我就會想著來錄一期 來講講我做事的邏輯 所以我目前在想什麼 那這一期就是講我 我在進行我們家的資產優化 資產優化的第二步 就是我又賣掉了一個彎曲的房子 你們要是還記得的話 就是上一期 我有講過 我賣了那個外周的一個房子 那這是上一期 上一期大概是32期 32期的時候 我講過我的資產優化 進行的第一步就是 清理掉了一些外周的不良資產 那其實今年的話 大家都知道 後面市場要跌 那如果你在年初 把這些你不喜歡 或者是不看好的資產賣掉 那接下來的大概半年一年 甚至兩年的時間內 你都有機會 把你那個賣房子的錢 拿去做一些更好的投資 那上次我賣的是外周的房子 那個房子 當時為什麼會買 就是因為 從加州轉移到外周 當時去外周 試水的時候買的房子 這個房子 用的是加州投資的那個 我的經驗去買的這個房子 買的時候呢 它現金流比較好 然後房子看照片也還可以 我因為外賣的所有買的房子 我都沒有親自去看 就是憑感覺 然後買了一堆 買了一堆這一個的話 是買的那一堆裡面 之後相對體驗不當好的一個 它長的倒是挺好的 但是只是因為我不喜歡 所以我就把它賣掉了 幸好它這一年的漲幅 還是挺不錯的 那現在為什麼 就是說我錄的每一期吧 基本上都是我的所思所想 而且我一般 我想的這個事情 我就會去做 我如果自己不做 或者我覺得沒有道理的事 我就不會去說 我也不會股東當家去做 那你看我3月6號 我把外周的那個投資房賣掉了 那個房子 我覺得是 我不想繼續持有它 然後我要賣掉它 然後換到一個我更喜歡 或者我覺得 更有生殖潛力的房子 那個外周的房子 是3月初賣的 賣的點位特別好 其實當時那個 德州的那個投資客買家 他當時因為一些原因吧 他想要延長兩周去close 我當時就沒答應他 因為我當時就覺得 那個市場不對勁了 所以我就說 我寧願先把那個月的租金 都先給你 你先close 然後就close了 close完以後呢 股市不就clash了嗎 那時候就是 房市也是在3月 3月中那個時候 就是買家全部都散走了 如果我那時候延期了兩周 讓它close 它有可能就會back off 然後就 我就不能順利的賣掉了 那那個房子 它長的是很給力的 但是我不喜歡 那個房子的原因 就是說 它的租客呢 我覺得是那種 經濟一不好的話 它會付不住房租的那種 因為每個月那個收租 收租都收得比較費勁 我也覺得比較費事 然後那個房子 質量不是太好 因為那一個區吧 它的那個2000年之前的 Multi units 蓋的質量都比較差 經常要修 所以我也是覺得比較煩 雖然 就說cash flow的確還不錯吧 加上那一年的漲幅 幾乎漲了能有20%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 扔了也還是比較合理的 那處理掉外周的那個 我不喜歡的房子以後呢 我昨天又close了一個 我賣掉我自己的東彎的一個房子 那個房子為什麼會賣呢 那不是因為我不喜歡 那個房子我非常喜歡 那是在上一期次代危機的底部 我抄底 買的買來自住的房子 而且它是一個model home 裝修什麼都非常精緻 然後之後呢 我因為又upgrade了自住房 所以那個房子 我當時因為一些個人的感情因素 就是像很多賣家一樣 剛剛搬走的時候 是不捨得賣的 所以呢 我就把它出租去去了 但是我後來發現 好的房子 你給租客吧 真是他非常糟蹋你的房子 因為你不要指望租客 會特別愛惜你的房子 然後呢 你看到自己住過的房子 有感情因素的房子 被它弄得 弄得稀爛的話 你會心裡會非常不舒服的 然後加上這個房子 在我所有的房子裡面 它是每年漲幅 是漲得最差 漲得最差的一個房子 就是如果按每年的漲幅來算的話 那個房子 我是2021年 2021年的感恩節買進來的 而且那個是 那時候買房子也是 基本上可以砍價 市場幾乎是最低一點 上一輪 上一輪周期的最低點 買了以後呢 那個時候 那個builder送了一大堆的東西 所有的家具都是送的 就是買的非常合算 而且建筑質量是非常好 就是属於那種 可遇不可求的那種 然後昨天買完以後 close是賣給了一個印度的自住買家 因為那個房子是個學區房 但是呢 他這十年來的漲幅 他只漲了五十萬 就是在我所有的投資裡面 他不算是一個特別好的投資 就是漲的不是那麼給力 而且後期的 就是他的生殖潛力 我也不是覺得特別好 所以我就決定把它賣了 然後我賣的那個點 我也沒有賣到市場的最高點 假設我早一個月上市的話 而不去裝修 不去刷漆的話 我其實可以多賣個七到八萬 所以我是賣的接近頂部 但是沒有到最頂部 但是我也覺得還OK吧 然後呢這個房子 它是2010年的新房 而且是當時那個樓盤裡的model home floor plan也是非常好的 它不好的地方 就是說這個房子整個的三層 我覺得我老了 我也不想再去住那種房子 因為爬樓梯老了一般都爬不動嘛 然後它的lot不大 就是它是那種新樓盤裡面 就是說有一個小的後院 墻跟別人不屑爾的 但是它沒有很大的lot 那一般沒有很大的lot的這種新房 它漲幅就不會那麼可觀 而且它離那個地震帶特別近 但我老想著今天是庚子年 什麼亂七八糟活酒店的事都會冒出來 萬一再來一次地震的話 感覺好像後的這個房子風險 還是有的 就是一些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吧 總之就是那個租客 我就把它弄走了 弄走了以後我就上市 上市以後呢 一開始我上市的前一兩週 那個市場還沒有往下走的時候 就是在3月初 3月初的時候來看的人很多 我hold的前兩個open house 來的人都很喜歡 都很想下單 然後中國人呢 他就會覺得就比較挑 他就說你這個房子 祖國有一點點噪音 什麼亂七八糟的 那印度人他倒是不挑 然後在後來呢 我還沒有來得及收offer的時候呢 就是房市跟股市就已經掉頭了 3月中3月3月下的時候 然後在這個時候 中國人都不敢買了 基本上出來看的都不敢出來看 然後只剩下一些印度買家 印度買家吧 他就是出的價格不是特別好 但是而且進合同以後會跟你砍價 那進了合同以後呢 他就是一掉頭就回到 跟我要跟我砍五萬塊 我就沒有答應他 我說你愛買不買 你不買的話我繼續出租 反正這個房子 我也還蠻喜歡的 就是可賣可無賣那種 賣的當然好 那不賣的話 我也不會覺得說非得不賣 那我後來就是他 他就沒有砍我的價 那後來就是說 昨天就順利close了 所以close完以後 我就在想我來錄一期 總結一下我的心得 還有這個房子 另外一個促使我賣的是 因為這個房子有HOA 他的HOA倒不是很高 他買的時候 HOA是135 後來過了兩年 漲到146 然後再過了兩年呢 現在的HOA是漲到160 其實HOA 它不算一個主要的cost吧 因為你外面的話 有HOA幫你打理嘛 主要的是因為 就是說 這個HOA裡面 有一個特別凶悍的大媽 她老給你找事兒 沒事幹就在那溜打 然後你們家租客 在窗台上放一個 放一個礦泉水瓶吧 他也要拍個照片給你 然後你後院堆了一點東西吧 也要拍個照片來 然後說要罰款 什麼之類的 有的時候還只給你打電話 然後說那個你再不 叫你們家租客 什麼什麼的那樣 我就要那個請HOA的律師 來告你了 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那個 因為租客 就說找的租客嘛 就是說 你就很難控制那個租客 在裡面做什麼事情 就是在那抽根菸啊 或者什麼的 就經常有些老民嘛 那凝居也經常會去那個HOA 那個complain 所以這個HOA就是搞的我很煩 我就在想以後買投資房 我再不要買一個HOA的房子 因為HOA 他就等於多了個大爺管著你 你就有很多事情 他三天兩頭打電話給你發信 然後的確就說 也影響到以前的一些老鄰居 所以我覺得這個房子吧 我 我不想再繼續出租 我只想把它賣給一個 需要學區房 然後又喜歡這個房子的自助買家 這個可能對這個凝居都比較好 然後這個房子在東灣 東灣過去十年的漲幅 其實比那個南灣 跟半島是差很多的 然後 他那邊的公司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居家啊 然後服務業在那邊 所以我如果把這個房子賣了 我下一個要買的房子 我一定是去半島 或者去南灣找一個沒有HOA 而且落的比較大的房子在賣 那就是 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情況 然後這個房子賣掉了以後 我拿著這筆錢 我就在思考 我下一步 要做一個什麼投資 好 下一期我來講一下 我打算找什麼樣的投資房啊 那如果這一期的話 你們有什麼 有什麼問題想問的話 可以在後面留言 如果你覺得 我的這一系列的 那個錄的視頻 對你有所啟發 或者有所幫助的話 記得點贊加訂閱 也可以轉發給你的朋友 然後我感謝大家收聽